各位朋友大家 我把这光线弄的稍微暗一点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么亮 这个脸弄的就是很亮很亮 不太好看也不太好看 就是稍微调整一下 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我就跟大家 刚才我不是说这个种族问题吗 我就希望大家真的 你不要再被这些种族什么 谁歧视你啊 谁对不起你啊 你不要再被这些言论蛊惑了 对 谁欺负谁也不行 谁欺负也不行 但是原题是 你怎么让人能瞧得起你 你就要你自己要好啊 你自己 你就不说你是个什么成功人士吧 但是你最基本 你要有基本的道德和素质 你最基本 你不能去害别人 你不能去杀人 放火 去外的坑害 去把这个社会弄得很糟啊 就是这个不是一个什么 还是亮点好 这个不是什么 谁对不起谁 谁对不起谁 这就是说每个人他要自律 他要学会自律 他自律的基础是什么 就是抓教育 这个儿童他要从 从小时候开始抓教育 他真的要仔细要学习 因为美国原来 他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他有很强的这种 西伯来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这种 他的这种认识 这种根基 这种信仰 他很深的 他就是源于 这个欧洲啊 中东啊 他这些古老的 这些文明啊 所以我就是跟你说啊 这个美国他现在这个 宗教信仰的 他走的是有点狂热 有点不那什么了 他没有抓住核心 核心是什么 就是让你遵纪守法 做一个好人 你要信仰上帝 你就要尊重 尊敬上帝 他给你的这些 他给你一些指引的 他也给你一些指引的 然后那我的话 我不是一个那种教条主义 说你非得怎么着 非不能这个不能那 你只要做一个好人 你把你基本该做的 做了就行了呀 然后你对别人要仁慈 你不能杀人放火 你不能在外头去 去害别人 去那个什么 像美国他好多 这个少数族裔 他就持枪啊 要上人家那去 去抢人家东西 去砸人家东西 去强奸人家去什么 反正是 有一些人 他真的是很糟糕 他就得进监狱 他不进监狱不行啊 他要得到 他理所应当的惩治 你知道 但是我前面说了 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枪支控制问题 他这个枪支 一天不解决 他一天就会有灾难 就会有暴力运动 你知道吗 所以我也是说 这个啊 那个什么 我就希望这个 这个美国政府 他真的 他 他真的要要那个 把这个枪支问题 给弄好 真的 他要放弃这个枪支 他真的要放弃这个枪支 就像东亚国家学 像欧洲学 像中国学 像我在北欧 住过一段时间 这个北欧国家 他 他是幸福感最高的 你知道 他是这种社会 有点像社会主义 他的贫富的这个分配非常好 然后 当然他的社会 他的人种比较单一 他也没有那么多的社会 这种种族啊 什么阶层 各种种族 他也没有那个 但是我只是说啊 人家社会没有枪支 没有这些问题 所以人家社会 就是治安好 他就是 他人就是 就是安全 就是平静 你知道吗 像什么法国 就德国 你就觉得他们是用脑子 他们是正常人 不是那种 像吃了什么 这个 这个 毒品啊 像有一些 就是精神问题的人 没有这样 人家社会 比较健全 比较正常 比较安稳啊 然后也相对保守一些 相对保守一些 然后 像日本啊 我也去过 那那个日本人 他 他的素质都是很高的 他的纪律性 他的自律性 都是很强的 你就觉得 他的社会 做得非常的好 从小到大 他对 他对人的这种 纪律性啊 这种严格的要求啊 这种 不给别人添麻烦啊 这种非常的自律 就是 像中国也是 他如果有好的道德 有法治 有这个 有这个 儒家思想 这个社会观念 他就会变好啊 像西方 他是基督教国家 他就是 信仰上帝 你要做一个好人 你要帮你的邻居啊 你要 你要爱你的仇敌 就是这种 非常高的这种 这种素质思想啊 所以我真的希望 这个全球社会 都要再重新去找到 他们的轨迹 不要再走偏了 不要被一些人 蛊惑 被这种过度的自由 过度的民主 去蛊惑 就是 他完全走歪了 你知道 他完全走歪了 他把坏的当成好的 他已经 黑白是非 已经不分明了 所以我就告诉大家 一定要警醒 一定要把这个社会 尽量去板过来 你作为一个草民 你从你的孩子 你从你的 你周围的朋友 你就要 就要说 让他们那个什么 遵纪守法 遵纪守法 然后最 当前最紧要的 就是要废除这个 枪支 要严格的控制枪支 要 而且要 就是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 他一定要醒悟过来 他应该 要把这件事给弄好 然后还有 另外就是 他这个毒品问题 这个毒品问题 这个毒品问题呢 就是要那个什么 他这个毒品问题 就是要好好地 立刻去解决 然后 就是特朗普 他也做的 有一些好处了 他确实是帮着这个 非法移民 他确实禁止 一些这些问题 我也不是说 他一无是处 他还是有一些 好的地方了 所以要禁止 这个非法移民 这个涉毒问题 这个什么 尤其在美国边境 这个墨西哥 这个什么 从南美 从那边弄过来 那些人 真的是 我跟你说 这个拉美人 他的问题也是很多的 所以一定要控制 我就告诉大家 我说这些 我说这些 不是种族上歧视 我是说他们的道德 品德问题 他们的犯罪率的问题 这跟种族 没有丝毫关系 明白吗 大家 这跟种族 没有丝毫的关系 然后 然后可能某些种族 他确实是有 暴力倾向多一些 这个人种差异 你也不能避讳不谈 像中国人 东亚人 他就是老实 他就是不去给你惹祸 他就是 就是亲亲恳恳 干活 老老实实 他就是不给你惹麻烦 你知道 尤其是中国人 最老实就是中国人 你知道吗 然后呢 那有些种族 他可能就是比较暴力一些 那你也没有办法 你什么 你一个什么 最佳的方式 就是不给他们暴力的机会 就是禁止这个枪支 这是美国最大的一个问题 美国他 他 他很多问题是没有必要发生的 他就是要有一个上层这种精英集团 法治集团 他要严格的控制这些事啊 然后 像美国他闹这个 他 他这种叫什么 国内的这个自由啊 什么 Civil Rights 什么 他开始是好 他是争取黑人白人 男女之间的平等什么 他是确实这方面做的是不错 这些年轻人 他自己 从草根阶层发起这个运动 但是走到一定一个什么程度 就是这个人 他已经 他过度的开放 他过度的放纵自己 他过度的这个 他过度的去放纵犯罪 你知道吗 他真的有些人 他真的是 他是什么吸毒啊 去怎么着的 去那个 乱七八糟事吧 乱七八糟事 然后这个什么 在那游行啊 什么什么 我都不想说 反正你们知道我意思吧 他就是这个 什么七十年代 西批是什么 一大堆好多这些 这些反叛人士啊 这些什么 家里有问题的 然后这个子女没有教育好 他就到外面 去搞种反叛 这反叛 我跟你说 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 他是有反叛 他是从一个儿童 一个顺服的一个一个个体 从父母那里获取教育 获取规矩 从这么一个人 从这么一个基础 他要成长 他要有他自己的个性 他要有他自己的独立思考 他确实是需要去叛逆 去探索 去叛逆 因为有时候家长 他跟你的 他跟你的先天遗传因素 或者他跟你后天受的教育 你们会有不一样的分歧 这也是正常 但是怎么样的 他归根结底 你要走一个正轨 你这个要控制到位 你不是瞎弄 你不是让他无法无天 你还是要给他一定的一个底线 一个底线 一个限度 那像美国这个种族问题 现在也是这样 他现在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我真的是希望啊 我希望这个拜登 他竞选的时候 他要找一个少数族裔 一个有色人种 他就是要找一个 不要再去闹种族主义的人了 那我告诉大家 他适合找什么 他说他要女性 他要一个 一个 一个有色人种了 这个人我跟你说 就是要找一个亚洲人 东亚裔 而且我 我告诉大家 是要找什么呢 就是要找一个中国人 决定要找一个中国人 尤其中国人 他是 在崛起的趋势上 他的社会 他的科技 他的文明 又开始 重新蹦升出新的力量 你知道 中国现在不得了 不得了 因为我跟你说 英文他有词 叫Rise and Fall of Empires 就是帝国的崛起和没落 这是很正常 就是风水轮流转 今天你这个起的 明天我这个起的 这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一个社会 它是一个自然界的现象 这是一个场 这波起的那边落下 它都是宇宙的规律 所以我就希望大家 你看清楚这个事实 那我们华人或者 我说的华人 我不是说只是什么 一个单一民族 我说56个民族 中国人所有的人 他什么 包括日本朝鲜越南 他们东亚裔都是 大家都要齐心协力 都要去 让我们这个东亚人的势力 要起来 这个我是这个 为什么呢 它是一种自我保护的 因为 因为当两国家 有一定的利益冲突的时候 你要 就是说 要表述出你的态度 要表述出你的态度 你不能被人欺负的态度 我不是说让你暴力 但是你 你最起码你要释出你 你作为一个公民的权益 你在美国这个西方社会 你作为一个东亚的 一个少数族裔移民 你一定要把你这个立场占名 别人就不会欺负你 你知道吗 真的我苦口婆心的 我以多年的经验告诉大家 你 你这个东亚人 你必须自强 你不是 你不是靠别人给你施舍 怜悯 你就是要自强 你就是要自尊的这种 基本的底线啊 所以这样 你才能够真的 在这个社会上站稳 所以我就希望 这个美国有识知识 他一定要抬高 东亚裔的这个政治地位 我是这个 咱们也要自己要去 就是说去争取 去争取 这个 这个Vice President 她必须是一个中国的女性 她必须是一个 一个精通中西文化 一个精通世界文化 有很博大的世界观 有和平观 有宇宙观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我真的是希望 大家要明白这个事实 呀 我现在说到这 我现在不记得 我先站这